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是EQ职场360度 这是PCE第一次推出职场为主的这个话题 有幸请到这个嘉宾Joy and Hope 那我是保女将 是个CPA 在PCE里已经浸泡了十几年了 那去年呢也有幸参加了Joy and Hope的group coaching 那很多人呢都知道是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myself 所以这个PCE呢也就是这个 有育儿又育脐的一个village 我开场呢 我想先讲一下呢 大概是说那为什么 今天我们PCE要开始搞 以职场为主的这个乐会呢 这个话题是第一次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这个职场这个话题呢 其实既育脐又育儿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video里头讲的 说起育脐呢 职场发展是育脐和个人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是对我们华人 这个文化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和这个不同的价值观 在职场上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的 那同时这些也都是机会 那给了我们呢在职场上呢有很多发展空间 尤其呢是在这些软技能啊和这个领导力上 那如果在PCE来谈这个EQ职场呢 我觉得对很多人并不应该陌生 那我们讲的这个EQ啊 mindset 那个沟通 还有这个关系的营造呢 其实都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是家庭职场呢 都是息息相通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能够不断突破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不仅呢是育了自己啊 而且也是育儿 其实我们也是经常说 所谓的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那这个前提呢是要我们要自己先成长 先开花 那之后呢才会有形无形的影响到孩子 如果我们是白天在职场的体验和这些情绪 不知不觉的呢都会把他晚上带回家 这样你就直接影响到晚上 你和这个家人孩子的这个沟通和这个关系 如果在职场上 如果我们有这些方方面面的积累和思考呢 也会让我们这个dinner table的conversations呢 变得更加丰富 无形之中呢也会影响到孩子 那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孩子呢 慢慢长大 慢慢的呢进入了职场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能力 有这些资源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能够给他们支持启发和帮助 那孩子是不是还愿意把我们 作为他们的一个资源 把我们当作他一个mentor 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来继续跟我们来沟通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的这个效果呢 所以越来越觉得这个职场这个话题呢 就越来越需要了 所以PCE呢也是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involve 所以在情商育儿 先育己的这个理念上呢 也看到这职场呢 是一个新的机会 一个新的话题 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平台呢 让我们一起在职场发展的路上呢 能够走内走深 真心的希望这次乐会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有所帮助 能让我们的家庭事业齐头并进 那我们为什么请到了Joy和Hope呢 做我们的嘉宾呢 那他们两个都是 Top Fortune Companies的高管 而且他们呢都是认证的 高能职场教练 那他们这个教练的这个框架呢 非常注重情商 沟通和关系的营造 就和我们PCE的理念呢 非常一致 那他们两个呢 也是一直不停的自我挑战 自我成长 在职场的这个突破瓶颈 那最近呢 他们都双双晋升 他们还同时呢 培养出了积极向上 非常优秀的成年的子女 真的可是可以说是呢 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好例子 他们呢 还非常热衷于公益 兴趣也非常广泛 各自呢 追求自己设计的这个精彩人生 所以真心的感谢 他们愿意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这一路上 酸甜苦辣的职场故事 那现在呢 就把时间交给Joy和后 好的 谢谢你 邦里 首先我特别荣幸 我和Joy特别荣幸 成为第一期的 这个嘉宾 非常感谢大家 用你们特别宝贵的周末的时间 来和我们一起探讨 这么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先来share我的screen 大家能看到吧 好的 那么今天呢 主要也会讲一下这个EQ 然后呢 也会讲Energy Leadership 怎么把两个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在最后会讲一下 我们一些职场的实力 然后最后我们肯定要有一些的 这个Question and Answers 因为有些可能更涉及到你自己的 那我们可以有对话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太喜欢自己 一直这个叫什么单口秀 我们会有一些interaction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们也非常希望你能打开你的视频 因为邦尼知道 我们在讲Energy Leadership的时候 虽然你不觉得 但是实际上通过做梦 我们的Energy也是可以传播的 是可以互相传递的 当我们看到你的笑脸的时候 我们讲的也会越来越有精神 当然了 这个就是取决于你的 这个comfortable level 刚才我们V6里头也看到了 邦尼也提到了 说育儿即育己 真的是这个在20多年 像我20多年育儿的这个路上 酸甜苦辣咸 有挫折也有收获也有欣喜 那Joy也是一样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的确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那另外一个就是成长即成功 我们很多时候 当我们追求这个happiness 追求这个success的时候 我们总是感觉 好像那个目标高不可及 实际上是我们怎么定义成功 我特别喜欢这个定义 因为按照这个定义的话 我很成功 赵尔也很成功 邦尼也很成功 可能大家都很成功 真的是只要是有growth 就是success 那现在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和Joy的这个一些人生的经历 你们看到这照片 我们经常在放 我和Joy呢 是三代的best friend 她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是best friend 我和Joy是best friend 然后我的孩子和她的孩子是best friend 所以这个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 我当然希望大家也能有这样的闺蜜 就是你可以毫无保留的互相扶持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而且你能有一个人可以 你高兴的时候跟你分享 你痛苦的时候帮你度过 而且是不带这个bias的 好 那现在呢 我来讲一下我的 然后Joy会分享一下他的 这个呢 是我的一些人生经历吧 我主要有三条主线 上面的这个purple的是我的career的曲线 这个green呢 是我的人生的personal的一些曲线 那最后一道一道这个蓝的呢 是我的一些community的work 那我们就从这个career开始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话 前二十几年都是在不停的学习 不停的拿学位 你看到这个地方 二1998年的时候 那是我来到美国 我之所以有一个就是往下降的这么一个台阶 是因为的确那时候有一些挣扎 因为到一个新的国度 我想如果大家是跟我经历一样 在中国成长 中国受教育 然后来美国的话 都会基本上有这么一个culture和language的shock 我们以前也share过一些 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个语言的沟通的一些challenge的 回头可以给大家share一下我们的以前的讲座 那然后在OSU拿到学位之后 2000年是我在美国正式工作的 那么一个起点 我在一个工程软件公司做了八年之后 拿到了另外一个master 所以我一共有三个master 但是加在一起也顶不上周围的一个phd 2007年当我拿到我最后一个master学位的时候 我就make a decision move to这个JP Morgan 在JP Morgan的话 我之所以这又有一个下面的台阶 是因为我其实在原来的公司 包括我做的project 我做project leader 我对老板对我的信任 我直接跟CEO report了给CEO 跟president的关系都非常好 如果说我一直待在那里 我想我应该是做的也不错的 但是我当时make了一个conscious decision I'm going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所以呢 我是有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台阶 然后在摩根达通呢 也是一直在慢慢学习 因为从一个小公司 一下子到了一个25万人的公司 这个也是有这种culture的shock 忽然间觉得说 我本来觉得还是一个小胖的里面的大鱼 忽然就变得好像是一颗小螺钉 我不知道我的位置是什么 但是慢慢的也就找到了自信 找到了位置 不停的在成长 然后呢 在我人生2012年的时候 在我人生是一个帝国 大家看到了前边可能都是一些很自然的 结婚了来美国了 生了第一个孩子 生了第二个孩子 那2012年呢 我和我的前夫终止了长年16年 长达16年的婚姻 这里边有很多的挣扎 但是EQ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是其中很大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level非常不一致 那在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之后 最终还是很遗憾的分手 所以我当时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然后在这期间呢 我的父亲又有这个肺癌 然后又带他看医生啊 所以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人生的一个低谷 那因为我要照顾孩子 要照顾老人 那我又conscious的make a decision 从带领一个团队 做individual contributor 刚才我们在po里头也看到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是individual contributor 所以你managing team和individual contributor各有利弊 所以呢 当时就觉得我如果individual contributor我做完了 我就不再去care别人了 那他别人做不完的不是我的事了 对吧 所以他也给我带来了相应的好处 那有的时候想想就感觉说你身体里头有一股血液吧 永远在推着你往前走 最后还是不甘心 然后说我觉得我可以比那个manager做更好 那么又又重新回到这个manager的那个路 然后一直晚上走 2015年的时候呢 我又有一个人生的低谷 就是我的父亲是我人生中最爱的男人 那当时呢 他费癌没有能够治愈成功 那他离开了我 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非常的想念他 那当然了 这个也是我们EQ的一部分 你怎么样能够比tech你的情绪怎么样疏解 这个当时我也用了professional的help 去单位的这个psychologist 也跟他谈一些我的一些人生的曲折 或者是我内心的一些痛苦 帮助很大 所以呢 我非常公开的就是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心里头有特别难受的情况 或者是有一些情怀疏解不开 去看therapist 去看psychologist的这些都是对你有专业的帮助 我非常鼓励 然后呢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transformation 那这一年呢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中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 我又再次结婚 我的第二次的婚姻 你们看到了这儿有一个heart 这个第二次婚姻的话呢 真的是auto love 第一次的时候呢 是auto peer pressure 别人都要结婚了 我也结婚了 然后真正的爱是什么 也不太懂 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 每次跟我孩子讲起来的时候 我说 如果我当时没有跟你爸爸结婚的话 我就不会有你们 所以每次说起来 这个也是非常emotional的 人生呢 没有回头路 关键的是 我们能从那些经历中学到什么 所有的这些经历 因为我经历过离婚 因为我经历过single mother single parent 因为我经历过失去父亲的这种痛苦 所以变得我更理解别人 带领团队 我更能理解我的团队 他们遇到的一些life events 还有一个呢 我想share给大家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人生的路上 一直在学习 所以刚才邦尼那个定义 让特别高兴 成长即成功 就是比方说toastmaster 比方说expert in deer 比方说那个leadership institute 比方说IPAC 比方说拿到这个ACC ICF的coaching的这个certification 然后后来2021年的话 拿到Vimeo Color Technology all stars awards 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又一次离开 我工作了15年的摩根大通 然后在我现在公司 也是做技术上的高管 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我人生的经历有一些波折 所以这个成功 它不是一条直线 不是一条直线 上升的直线 如果你已有那样的经历 那非常祝贺你 但对我来讲 它是有波折的 有的时候是 life events happened 迫使我不得不那样做 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去做的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看 前二十几年 我都是在学skills 学technology 学computer whatever 但是 就是过去的十几年 很多的concentration 都是在EQ leadership person person skills transformation skills 这个是就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那volunteer也是我的 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做的一些volunteer的project 也有幸还拿到了奖项 这个也属于锦上添花 那下面呢 我就share一些我的family picture 这个是2020年我结婚的时候 中间是我的妈妈 剩下的那四个 是我们一起的四个孩子 然后一些vacation的照片 有一条特别漂亮的稿 后来我想我玩的东西太多 还是加了一个我做presentation的照片 所以我还是工作的 那赵伟下边就交给你来介绍 好谢谢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熟悉 希望以后能够多交流 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人生经历 在我画这个图的时候 其实我也reflect的很多 我觉得我的前几十年可能碰到的challenge多一些 比如说这个一开始 我这个是用一个阶梯状的 因为我也非常同意 我们这个一路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这个阶梯代表着我不断学习 不断自我探索 自我开发 自我转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其实是从1999年之前的话 1999年我大学毕业 我是在医学院读的 其实在我上大一的时候 其实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家住宿 因为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 农村的条件比较辛苦一些 我十几岁就在外面住宿 好像从此之后 就是说十几岁的时候 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独立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奠定了很多 我这个人生中 就是说一直面对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不断地有这种 自信独立的一种处理方式 所以我觉得跟我很小就离开家 非常有关系 那也很不幸的 就是说我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的父亲也因为那个意外就去世了 所以呢就更增加了我成熟的一个过程 我还记得以前朋友们经常会看玩笑 觉得我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长得跟我现在四十岁一样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了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我的情绪我的心理 还有我肩上的责任 还有我需要负担的很多事情 真的可能是跟四十岁的人的感受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是早书行的 早书行 后来呢就一直上学啊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我到2002年的时候呢 就是硕士毕业 也是在医学院读流行病和统计 然后其实在硕士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先生结婚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二十一年了 后来呢又继续上学读博士 博士我是去协和读流行病 遗传流行病跟统计 读了四年 为什么读了四年呢 因为中间生孩子耽误了一年 所以这是我的老大出生的时候 他是在中国出生的 所以一直到2006年毕业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来了美国 我就从那块来美国 从2006到2009年 对我来说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大概三年的时间吧 我经历过两次没有工作 其中只有八九个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post 但大部分时间就一开始是没工作 后来post 后来因为跟着我先生来OSU 我又没有工作 其实这两个jobless 当时我跟Hope还讨论了很多 说这会儿是不是我queer的一个setback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挖个坑 我很想在这儿可能挖个坑 我应该是在这儿dip 但是后来我其实发现 这两三年的时间 其实教会了我很多 我怎么战胜这些不良情绪 我怎么看待这个 当然当时也很痛苦啊 因为像我们都知道 读过这么多的书 然后没有工作可做 然后不是不找 不是不想 而是很想工作 然后找不到合适的 因为当时流行病学 是非常close to immigrants 就是说他们不会hire immigrants H4转H1很难 但我觉得那两年多的 两三年的struggle 其实让我自我探索了很多 就是因为这个jobless的阶段 所以才让我不断地读书 不断地思考 知道我最终想要什么 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 在第二次jobless结束的时候 我去了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 是去做injury prevention 其实这会儿就是我坚决要回到 数据统计分析和流行病学研究 因为我知道经过这么多的过程思考 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即使当时是有一个pay cut 当然我不是说推荐你们 接受一个pay cut 只是说在当时 我不管给我多少钱 我就是想回到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discover self-discover的一个过程 那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step up 经过这个过程 那在儿童医院呢 从2009到2011年 两年半的时间 对我的语言帮助特别大 熟悉美国的文化 然后呢 在其实到了这个house 再往后挪一点 2011年的时候呢 我就从那个儿童医院做研究 然后到chase 2011年的时候 从儿童医院到chase 去做一个manager 这个呢 以前我share过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也可以多讲 因为从individual contributor 到一个manager 当时我是立的 六到八个人吧 我忘了具体是都有谁在那 但是大概有六到八个人的 一个team 然后从一个research institute 到一个corporate america 然后就说很多的变化 很大的一个涨 这个以后我们可以仔细的再说 就是说这个前面你走的每一步 可能都是在为你后面的每一步 在做铺垫 那到了chase之后呢 我买了 我们在美国买了第一个房子 后来呢 生了第二个baby 所以我两个孩子之间 差了九岁半的时间 在这儿其实我也很想挖个小坑来着 因为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休产假 休了三个多月 回去之后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然后也导致我在chase内部换工作 因为三个月当时赶上了很多那个c car 如果你们是做银行 你知道这个c car的那个阶段 2013年 就是你的team member被别人都给拉走 去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回来之后呢 我就做了program manager 到另外一个team去做 那这内部换我就跳过了 到了 哦 当时那个老二出生以后 这个grandma从中国飞过来了 这是姥姥从中国来了 因为我们家有老二 所以姥姥特别不放心 那我妈妈那会儿来了之后 就大部分时间都是跟我们在美国 一直到现在 后来呢2017年的时候呢 我就换到了Nationwide 所以呢就不太方便做这个logo 就是说做一个generate 这是一个insurance company 这是一个保险公司 我现在也在那儿 大概已经有五年半的时间了 那这几年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占了很大的篇幅 因为在这中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首先是去了这个coaching school 因为我跟Hopo 我们两个是同时去的coaching school 所以我们两个也是校友 一起参加学习 一起成长 然后呢 到这会儿其实就快到了covid了 我是11月份2019年 11月份的时候去了coaching school 然后12月份买了房子 然后2020年3月份 covid的开始 我是7月份搬到我的新家 那在这个 在这个在这阶段呢 我跟Hopo 我们都是差不多前后的 拿到这个coaching certificate 后来又拿到ACC 我们又各自建立了 我们自己的这个personal business 这也是一个新的adventure 然后呢到了20 其实到去年年底 2021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到去年年底和今天年初 我们两个同时有promotion 我呢是在公司内部 他呢是也是在公司内部之后 promotion 然后又换了另外一个银行的更高的职位 这个我们下周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重点讲新工作的90天 所以感兴趣的可以参加 那最下面最下最右下角 哦中间今年我拿到了PCC 就是说你有500个coaching hour以后 然后达到一定的要求 ICF certified的这个PCC 所以我也很骄傲 能够帮助那么多的人 同时也能够积累了很多的hour 那最下面我的老大今天上大学 所以高中毕业 我也很为他骄傲 就是自己自己自己做的选择 自己做的这些 就是说他非常独立 那再过两个星期 我就要把他送到大学去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两个星期之后 我会感受如何 如果有经验的父母们 可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知道hope跟我说 跟我说了很多 那我还有一点 我想通过照片来说 最近的一些变化 下一页呢 就是我们家里两个孩子 现在这些照片 其实都是今年照的 我们家还有个小包米粒 我的妈妈也在照片里面 然后Max坐下角 是今年毕业照 右上角呢 很多人知道 我今年也是去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因为我做了一个 2 minutes的一个opening speech 然后给很多给部门 都带来了很多的这个social effect 所以我觉得能为主理做贡献 能为team做贡献 也很开心 右下角呢 这就是最近的变化 因为我的先生 他是 我先生是家里的大管家 很多以前听过我的故事的人都知道 我不太会做饭 我也不是经常做家务 所以我是属于就是比较省心的家庭主妇 然后最近呢 我们家先生做了手术 他呢需要别人照顾 所以突然之间 我是经历了一个很多 好像结婚二十几年来 头一次经历这么多的 就是孩子家里面 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负责 所以Hope 我的我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今天还在帮我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时候 自己的家人朋友非常重要 然后呢我觉得Hope经常提醒我 现在你知道单亲妈妈的感觉了 他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 每一个经历 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吧 在这个几个星期中 我也学到了很多技术 比方说怎么用电钻呀 然后怎么一个人做饭呀 当然我妈妈在这儿 我还是比较幸福的 我妈妈帮我很多 但是对我来说是很挑战的一个阶段 这个呢就是大致我的一个介绍 我先停在这儿吧 然后交回给Hope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What's EQ 希望大家能在chat里边 感受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EQ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EQ 我们大家知道育儿需要EQ 那在职场中EQ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knowing yourself knowing others manage emotions 处理好人际关系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处理好人际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 Happy life I love that answer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非常高兴的 非常幸福的人生和经历 包括在职场里面 如果大家是做 这个玩酒 早酒 晚五的这种生活的话 我们实际上大于三分之一的时间 人生的时间都在职场上 如果只按我们醒着的时间 大于50%的时间都在职场上 那如果我们在职场里头 刚才我听廖宾博士讲 在外边冰天雪地 我感觉说 How can we make这冰天雪地 成为这个帮你讲的鲜花神开 如果我们在职场里边 不是冰天雪地 是游刃有余 那我们回家来 也会把这种美好的情绪带到家里 希望大家回答的问题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 这个EQ的四个Quadrant 这个图呢 这个Quadrant呢 是他的名字叫Daniel Goldman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是95年写了一本书 叫Emotional Intelligence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名词的创始人 这个之前已经被别人用过 他觉得说 I like it 因为在那之前大家主要讲的都是IQ 对吧 怎么去测试 然后什么样的人成功 好像就说要IQ很高 但是越来越发现说 如果你想happy 那需要EQ IQ是不够的 或者是说IQ不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他自己也发现 他在哈温尔的读书的时候 有些当时so-so的 最后等20年在Reunion的时候 说哇 成了什么公司的大头 然后在20年之后 有了自己的公司成了CEO 所以他后来发现这些人 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EQ 那EQ呢 就包括这个四个方面 一个是self-awareness 你知道自己 然后self-management social-awareness 和relationship-management 那我们会在每一个cordiant 都仔细讲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self-awareness 那么我想说的是 你们今天之所以来听这个讲座 是因为你们的EQ都很低 Joy笑了 我想问你的是 当你听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诚实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肯定会觉得很affend 肯定觉得feel offended like what what exactly 你EQ才低呢 他第一感觉 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就当你听到我这 怎么回事 脑筋转路了吧你啊 反正不是我 you're kidding judgment exactly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每一个interaction 我们都有一些feeling 有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 它就因为要节省能量 所以就不需要经过思考 因为我们已经做这个无数遍了 我就知道 当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 我的反应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自然反应 对吧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需要考虑EQ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了解 我们 都有些什么样的feeling 我们什么时候 有什么样的feeling 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feeling 然后我们当时 在想什么 因为有这样的feeling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做完了之后 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当你真正的去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们的feeling 这个图呢 实际上叫做feeling wheels 它有很多词 它有很多词 这中间的呢 是这个core feelings 比方说我们的core feeling 就是happy啊 joy 然后sad 什么frustrated 这些 所以当我们问你 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你说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但是你为什么高兴呢 你可以说 我今天做了一个事情 我感觉特别好 我做了贡献 我很高兴 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我孩子考分很高 我为他骄傲 我很高兴 所以呢 这个轮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有很多的feeling 你越懂这些名词 你越能够label你自己的feeling 这是第一步 能够了解自己的feeling 然后我刚才说 你们之所以来听这个讲座 是因为你们EQ很低 那完全是在开玩笑 那如果我说 你们今天来听这个讲座 是因为你们都想继续学习 你们都想继续成长 而且利用这个 你们所学 继续为你们的孩子 做他们的灯塔 照亮他们的人生 如果你听这个前一句话 和后一句话的话 那你就很明显 第一个人说这句话 EQ很低 因为他不知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会给别人造成 什么样的反应 那第二种说法 这EQ就很高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种 问题是 到那个时候 怎么说呢 Well Joy will tell us 特别好的一个解释 然后我觉得 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都被拉回来了 在说什么 这个self management 是非常重要 能够第一步 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情绪 就像刚刚 Hope讲的上一阶的那些 feeling views 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能够来 自我管理我们的情绪呢 这个可能你可以学很多 很长时间 很多个小时 可能也讲不完 但是我觉得我们想在这里面 highlight的几点 就是说自我管理 不是自我压抑 这是第一点 我们非常要注意的 很多人就说 我非常生气 我知道 我不能就 我难道就应该展示出来吗 还是说我就应该全藏住 那这个management呢 不是全都压抑掉 因为你光压抑的话 它还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早晚会穿出来 那我们会一会儿会仔细讲一下 这个自我管理的一些 从那个能量的角度来看 怎么去来管理你的情绪 但是我想说第一 管理情绪 不是说要压抑你所有的情绪 因为只是压抑 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呢 就其实情绪管理 归根结底是 我们自己每天怎么show up 不管是工作也好 不管是家里也好 其实every single moment 每一个时每一个秒 你出现在 其实即使是自己待着 或者是你出现在 公众的视野中 在家庭中 在工作上 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样子 来走出来的 以什么样的表现 让别人看到的你是谁 那其实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在工作上 我们经常现在会说 build your personal brand 对吧 personal brand是什么样 personal brand 不仅仅是你想 做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领导 而是你每一天 在跟每一个人的这种交往中 别人看到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你展示出来的情绪 你展示出来的能量 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也知道在工作上 其实很多人经常说 我是我组里的顶梁柱 我是唯一的专家 我为什么就拿不到这个职位 然后他也肯定会说 我几乎每天我都是 performer top performer 其实很多时候聊起来的时候 我会发现 很多人是95% 甚至99%的时间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有1%到5%的时间 如果有很重要的这种conflict 或者是情绪管理没有做好 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破坏了关系 这些就会在这个升职 或者是hiring 或者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 决策上会成为你前行的一些绊脚石 我知道这个可能以后 也待会儿 hope会讲一个例子 跟这个会有相关 那个不是说特别严重的 但是有的时候 不要小看着1%到5%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情绪 不能处理你的情绪 不能处理好 它就会出来伤害你的前途 那我想提到的就是说 every single moment you show up to be consistent 很一致 那有的时候就会说 那我做不到 我怎么能做到 我生气的时候 我还要跟他们笑吗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 authentic be authentic 你既做好 你是非常独特的你 那既然既被authentic 然后呢 you show up with a higher EQ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practice的过程 很多人都会说 那我也知道这个EQ要高 我也知道去management 可是我有生气的时候 我就是忍不住 怎么办 那这是一个practice 那从awareness 我可以guarantee你 如果你开始去建立 去练习 OK我知道 我要开始练习 帮你也知道 我们当我们在coaching class 里面的时候 awareness 一旦你有awareness 你能够pause一下 那你就会更就是说 你就会减少你犯错的可能 你就会减少说出上人话的这种几率 因为这是很多时候都是你 我们会说 我都没有过脑子 我根本就没想 话就出来了 事情就做了 然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收拾 去处理这些后果 所以呢 这个self management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我可以offer你一个 很快的一个tip 就是有两个tips 就是一 一旦你意识到你的情绪 不是你最好的时候 你觉得你要生气了 或者你特别郁闷的时候 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 count一下 不要着急 把这个很冲动的话说出来 有的人说是count 7 seconds 这个7秒钟是一个magic number 如果你在工作上开会的时候 别人说了很生气的话的时候 你自己意识到 你就觉得 我的血压 我的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自己数七个数 看看你这句话 是不是还是你想说的 那第二呢 我有一个 其实在我自己自我转化的时候 我经常以前会贴一个小标签 叫Q-tip Q-taking it personally 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件事情 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就在说你 他就在指责你 或者他就在伤害你 有很 我不是说每一次都不是啊 但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别人的不同意的是这个观点 并不是说reject你 别人不喜欢的是这个idea 并不等于他们不respect你 所以呢 经常提醒自己 可以这两个小的tip 希望对你们能有一个 快速的一个帮助 就是说让自己self management 其实最表层的就是 不要让自己冲动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那更深的一层呢 那我们就要通过调整 这个能量级别 然后慢慢来做 Hope你有什么需要 补充的 你讲的非常好 而且那些tips也非常好 我就想说的是 这方面好像大家都知道 但是做起来很难 这个当然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因为我们的父母 他们是怎么控制他们的情绪 怎么调节他们情绪 怎么表现他们情绪的 所以我实际上在职场中 好像大家都会cover it up 因为你要play professional 所以呢还不太好意思 至少是不太容易 就像Joy说的 95%的时候都很好 只有那15%忍无可忍 才会去发 可是在家里头呢 我们好像就说 反正是家里人 我一定要讲明白 说明白 我自己在内 包括跟我前夫的冷战 包括和我孩子 尤其是在teenager的时候 这些这个conflict 我给Bunny他们都讲过 我最恶劣的时候 就有一次 那个扔这个筷子到sink里头 我和我女儿现在还有争执 说这个筷子是扔向她了 还是扔向sink了 我自己是觉得是sink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一直说 You have to be bad in order to be good 当你意识到说 这个是不想 你不想做 我以前经常跟我孩子说 我说 你们把我变成一个 我不想要的人 我不想给你们发货 我不想这样 You made me Well, no It's not them It's me 这过去两年 我跟Joy说 我可能就是感觉生气 或者frustrated的 跟我的孩子 可能这五个手指头 都可以数得过来 关系非常亲密 那我们就往下走 这下一个呢 就是social awareness 刚才那个 好像是Maggie 还是谁也说了 就是说 不光要了解自己 我们还要去了解别人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一定communicate出来 我们看的是body language 我们看的是他的expression zoom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时候 我和我team开会的时候 我主动把我的zoom打开 把我的camera打开 就像我说的 这个anager是可以传递的 然后body language 实际上通过zoom 也是可以传递的 因为你的笑脸 他总是看得见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探查 别人的他的情绪是什么 这个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真的是回办公室了 然后呢 你的同事对面走过来 你们两个交错 然后你我们一般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总要看那个人 然后有个eye contact 然后笑一笑打个招呼 然后你那同事抬头看了你一眼 然后就什么也没说 就过去了 我想问问你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怎么 interpret这个事情呢 可以在chat里边 你说 Joy 哦 我就是想提醒你 是想让他们在chat里边回复吗 the person is shy 嗯 他今天不高兴 Avy 我特别喜欢你用TA 表示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他到底是 go with what 这个也是gender awareness the person is in low mood 嗯 很正常 经常看见这样是吧 distracted in love yeah who cares i'm only think about the other person 所以 很感谢大家 这个互动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2021年 我离婚的时候 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因为想着自己 要带着两个小孩子 这将来怎么走 房子怎么办 能不能 有给他们一个幸福的港湾 经常 因为我是 做IT的 那个经常 在这个 on keyboard的时候 眼睛就 觉得要 流眼泪 然后要赶紧冲到 bathroom 这时候 我看到谁 我也不能讲话的 我讲话的 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对吧 所以 we never know what the other person is going through 这时候 当你detect的时候 就像 又归回去 说 Joy说的 quit to take it personally 就像 reframe 对吧 哦 他可能没看见 或者是说 maybe 他 supposed to wear contact 没有 wear contact whatever it's not about you it's not about him either it's the situation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 那可以去问啊 我发现你今天 怎么没有说话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助你 这个都是 situation awareness 好 那我们当那个 aware 别人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个 误区就是 我们每个人 都是different 我们每个人 表达感情的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些人 他就是很严肃 当他开心的时候 他也不smile 然后你就 很难 从他的脸上 来察觉 那有的时候 你就会interpret 说 这人怎么很生气啊 然后那人说 but that's my face right 这个时候 你就要说 这个人 他平时 是怎么样表达 他的感情的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 表达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需要 这个social awareness 这个就是 我们在工作单位中 怎么去build 这个trust 怎么去resolve conflict 这些都要 不仅仅是 语言上的交流 还有这个body language 的交流 察言观色 用中国话就是 那最后一个 cadrant呢 就是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三个 self awareness self 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最后的结果 都会用到 这个relation management 我们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我们说 只要有两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有冲突 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 就会有politics 因为没有两个人 是完全一样的 即使是soulmate 你也会有冲突的 joy和我 we call each other soulmate and don't laugh at us 我告诉我先生说 you're my number one joy is my number the other soulmate 希望大家都能有 这样的经历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你也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在同一个配置 you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这时候你就要 需要用这 其他三个 cadrant的 你的knowledge 你的practice 来build这个relationship 那我们 现在就 挪到下一个 刚才讲呢 都是这个EQ 对吧 我们主要是 讲这个大致的方面 我们并没有过多的 去说how to 然后我们来讲 怎么样把这个energy leadership 和这个EQ相结合 energy leadership呢 是一个framework 可以transform your workplace in your life from the core 当我们说core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 从内到外的表现 或者说你的thought 你是怎么样的 想问题的 你的逻辑是什么 然后由于你有那种想法 它导致了你什么样的feeling 由于你有这样的feeling 你做了什么样的action 由于你的action 导致了什么样的relationship 是destroy the relationship 还是build the relationship 那它主要的这个energy leadership的framework呢 就是我们把能量分成七级 我们刚才讲 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能量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能量体 我们现在说话 也是能量在通过这个internet传递 对吧 通过air 那能量无所不在 我们有的时候 在工作一天之后 回到家就毫无力气了 只想坐在沙发上 甚至连饭都不想吃 因为我们把能量都耗尽了 那我们就是说 在那时候你可能用了太多的catabolic energy catabolic energy就是分解能量 你真的要把你身体里的组织细胞 要分解产生那个能量 让你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catabolic能量 并不是说它是坏的 你比方说 我们这个作为母亲的都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非常快的速度 能把我们孩子 这个把他们pull out of danger 是吧 这个大家都做过 就是忽然间说 我怎么那么大劲啊 那就是你在用你的分解能量 那我们第一集呢 我们来看就是victim victim这个就是说 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 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总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比方说 我当时离婚的时候也问why 为什么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对吧 这就是a victim 这时候我们用这个中文解释呢 就是说怪自己 好像是说 为什么我做了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这个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我那么没有能力 为什么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这个我们都会来怪自己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于事无补 如果长期的这样的怪自己的话呢 有可能会形成depression 这时候就需要去看这个professional help 第二层呢是antagonist 这个就是fighter 这个实际上 我以前在coaching school之前 我有很重的这个level two 就是要fighter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competitive 包括学习 包括体育 包括家里头 因为这个culture revolution 我爸妈妈有五个孩子 那在孩子中间我也要competitive 才能得到我能得到的东西 然后后来因为单亲妈妈 也需要非常competitive 或者是做事情非常有效率的 把一些事情做完 所以这是我的default 我的default就是说 为什么你这样做 为什么你又做错了 为什么你不听我的 就是这个的时候呢 是怪别人 就是别人为什么 达不到你的预期的效果 这个其实在很多manager中间 这个非常非常强的 因为manager他既然能 既然能够做到manager 他还是有一定的精力 或者是有一种做事方式 那么他就很容易说他的团队 为什么我交给你的任务 你做不好 或者是说 为什么我让你这样做 你偏要那样做 或者说 我为什么让你明天deliver 你没有做到 你挪到后天 对吧 这个是如果你是people manager 或者是parent 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level 1 和level 2 我们可能会 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level 1和level 2呢 是catabolic分解能量非常高的 如果说我们经常处在这两种环境下 这就很容易说到我们一天之后 这个一天工作之后 就没有气力再去做别的了 那level 3 我们叫rationalizer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用我们的大脑 就是说得过且过 还不错了 如果有乌云 那至少还有点阳光 从乌云里面透过来 不见风雨 怎么能有彩虹 这都是我们要 settle for good enough 其实我自己人生中 我也可以settle for good enough 我当时也想了 是不是我等十年 等我的孩子上大学之后 我再离婚 但是最终我还是决定说 no that's not the life I want 所以level 3的时候 已经enter into这个正 我们管它的正能量 实际上是复合能量 就是说这种能量呢 它让你更加提高 更加向上 更加creative 就是让你更积极 积极地看待人生 积极地做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entry point 但是它的那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 你可能就是说 OK 这可能就是人生吧 别人也是这样 对吧 但是 是不是你想要的人生呢 这个每个人 他要有自己的答案 然后第四层 就是helper 实际上 这个时候就是说 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这个能量很高 因为我们很想 帮助我们的孩子 我们很想让他 不要犯错误 我们很想把我们 所有的人生的经验 都介绍给他们 我想当然我们 EQ 育儿这些 已经讲了很多了 实际上在这个helper level4的时候 这个 实际上 EQ 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 你是愿意去 help other people 但是他也有 他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 有可能 你 人家不需要你帮不住 你也去帮助 我觉得 对于我来讲 在我跟孩子 交往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都是 他们不需要我去帮忙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说 我要帮你 你做多快呀 是吧 这是我们父母 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作为leader 在单位中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注意去delegate 如果你不去develop你的team 如果你总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就没有去让他们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 这是level4 那level5呢 是collaborator 刚才我们在群里也有人说了 就是win-win situation 这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说 你也赢 我也赢 双赢 如果这个在单位里头的leader 能够做的win-win situation 那是非常棒的leader了 如果有这种leader的话 你一定要跟着他 继续成长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不是问题 比方说乌云 我们看到的不是说乌云 而是说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weather 我们怎么样去prepare这个storm 比方说像我的话 经常会说 哎呀太好了 又不需要交地了 我妈妈有一块菜地 我要为她负责 我每次都要说 嗯又下雨了 太好了 然后呢 你在单位里边 如果有一个challenge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说 OK this is the challenge what are the options option one two three what's the pro and cons which one are we going to choose what's the long term what's the midterm what's the short term what's the tactical what's the strategy 所以这个时候 leader 如果你的level file的话 如果是有crisis 你能够保持非常平和的这么一个心境去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刚才周围讲的 当你表现出来很平静 这个就是你在build你的personal brand 这个就是你在build你的exactive presence 人们经常在说什么是exactive presence 不是什么特别硬性的 就是当你遇到问题 你不会去这个惊慌 遇到问题你会解决办法 遇到这个你的团队 你会去帮他们去develop them 这些全是比方说confidence 你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你的team有这个能力 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全是exactive presence的一部分 然后呢 下边两层 第六层和第七层 就是非常高的能量 这个第六层的是connector 比方说邦尼 他就是个connector 邦尼他通过我们的group coaching 他感觉说PCE和这个group coaching的理念 非常match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eq 我们讲的是communication 我们讲的是relationship 到处都是relationship 在职场中是relationship 我们在家里头 partner之间的孩子的 自己和自己的relationship 这些我们都要处理好 因为我们希望都有自己一个幸福的人生 对吧 那就是connector connector就是win-win-win how can we win all the time everybody benefit 这个世界上的resource 其实很多 不是说一个用完了 你用完了 那别人就没有 别人拿到了 你就拿不到 it's abundance it's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这个如果有level 6的话 你就很容易go with flow 你很容易是个visionary的这个leader 然后level 7呢 是最高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creator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unconditional love nonjudgment 这个也是eq的一部分 如果你总是去judge别人 你可能对他的这个方式 你说出的话 你的这个communication 什么body language都会显示出来 包括自己在内 我以前就会对别人显示出不邪 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或者是说你怎么那么笨呢 这个问题说了多少次了 还解决不了 这就是judgment it doesn't help us 所以这个第七层呢 我们说有点像太阳 不是所有的人能够touch在那里 或者是说能够在那个能量待很久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七层号 七层从这个victim 一直到上面的creator 所以和eq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们来看 什么是success 不光是成长 而且还要非常有智慧的成长 那么就是你的high eq 加上你的energy leadership 就是成功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iq很多时候是由于基因 它是可以变化的 但是变化的空间是比较小的 你可以通过学习 继续提高iq 但是eq的可造型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这个通过数据 我们也知道 尤其是the higher you go the more you need eq 但是不是所有这个leader 都有high eq呢 no 但是我们知道说通过数字表现 这个high eq的这个portion 能够成为high leader的比例 比这个low eq的要高得很多 甚至可能高过两倍以上 所以它比iq成为更重要的这个factor 让你能够成功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high的 high eq和high energy leadership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些职场实力 我们刚才说了 you have to be bad in order to be good 所以我和Joy也非常诚恳的 讲一下我们一些 这个embarrassing moment 在职场里面 我曾经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 我觉得我promotion long overdue 一年又一年的 没有拿到我应该拿到的promotion 那我有一次就去跟我skip level 讲 为什么我今天又没有拿到呢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那因为你的那个employee opinion 这survey不是很好 我当时一听脑袋 就炸起来了 说employee survey 那我都已经看过了 我的都很好 他们直接说他们的manager的 都是很好的 这个这些那个不好的comments 全是来自于这个upper management 或者是company culture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当时特别气愤 在这种情况下 就像刚才Joy说的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心跳加速 然后脑袋 然后说我现在要做什么 把那个employee survey拿出来 帮机就share给这个HR 和我的这个skip level 结果因为我很生气 因为我不能思考 你知道这个有时候 这个email这个AI 他能帮你的时候 你特别高兴 但是这种autocorrect 或者是怎么样 很annoy 就是如果他出错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email send了给了一个 另外一个人 他们有same first name 但是different last name 当我发现的时候 赶紧这脑袋赶紧高速旋转 说哎呀我怎么办 赶紧把它recall回来 当然最后结果是 还是recall回来 但是我当时也是心惊胆跳 这个心跳加速 怎么办 有万一这个 这个不对的人 拿到这email 后果是什么 当然最后结果是 我把它recall回来 没有出现什么不良的后果 但是举这个例子的 这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说 当我们angry的时候 这个真的就是 我平时99% 都是非常high energy 非常棒 非常high EQ 但是当那个moment 你忽然就 你忽然就blind sight 你就觉得说 I don't have a choice this is the only thing I'm going to do I need to prove myself you are wrong that's not fair I'm going to show you why you are wrong 这个就是我一个不好的例子 从这个例子中学到的 现在我如果 you detect 我有那种情绪 当然首先 我现在这种moment 非常非常至少 因为这些training 因为这些coaching 如果我真的有这种feeling 现在的情况 I'll just let it sit I'm going to wait a few hours I'm going to wait a few days I'm going to think about it until I have a strategy 不要说 这个问题 我非得现在解决 不解决 好像天就塌下来了 天塌不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 从这个byte的 这个example里面学到的 Joy 你来讲一个 然后我们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会讲一个好的例子 怎么样通过这个学习 通过practice 我们怎么达到这个high EQ 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我也特别喜欢好多 好几个朋友 在那个chat里面share Dong就提到了 他说如果是emotional email sleep over it very good tip 我呢 我在遇到这种stress的时候 反应跟hope是不太一样的 我也会有这种level 2 会说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很生气是吧 就是说在这都是在内心里面 我会在脑子里面 会想很多 然后在心里面会感受很多 但是我在action上面会慢一些 因为我是那种inward 就是说level 2会非常快 但是马上就会转成level 1 那比方说 我是很不喜欢conflict situation 尤其是在early career 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如果有一点不一致 如果别人不喜欢 或者是别人challenge我 让我感觉到 wow there's conflict you know I don't like it 尤其是在我early career的时候 我有一个这种很好的愿景 但后来意识到 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受我的 就是说我在工作上 特别希望能够每个人成为好朋友 意味着什么呢 每个人都相互同意 相互支持 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好的关系 那你们知道了 copate America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达到一个境地 那稍微有一点不一致 那我就会先开始感觉到不高兴 level 2 然后特别快就移到level 1 level 1表现如何呀 会觉得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老板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project的同事 为什么他们说这样的话 难道这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 你可以你们就听着我这个思绪啊 从这个project 然后就悄悄的就转移到自己身上 就是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怎么碰见这样的同事 我怎么碰到这样crappy的project 然后我就会开始self doubt doubt 我为什么就开始后悔了 就是一边自我怀疑 一边后悔 因为这些这些情绪 我会觉得 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 然后 我怎么不能就是当时就说一句话 就给他反驳出去 因为你想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 你会觉得 我当时可以这样说的 我为什么没说 然后又生自己的气 我怎么这么笨 我为什么当时没说出来 就是说在自己这种regret 然后self doubt self judgment 然后怎么样 睡不着觉 因为这个脑子里面 有这么多的情绪 然后觉得这个心里边 有这么多的自我怀疑 自我judge 就是自我批判 这是很难受的 因为它是一个 像你的一个情绪 你没有办法 就会觉得stuck了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怎么办 然后最后到最后 可能还会烂 还会回到一个level 2 说这么烂的工作 这么差的project 这么差的老板 我不干了 我明天找工作去 然后可能当时就会 就当然我也不记得 我年轻 就是early career的时候 可能那个smartphone 这个还没那么多 但是绝对这是一个 非常typical的一个过程 就会觉得 我不干了 明天我找工作了 当然这就是说 这个讲这个 我并不是真正的 就每一个 每一个cycle 就去找工作了 要不然我可能也有 几十份工作了 就是说在in the moment 你是怎么process的 我呢 发生像 Hoppe刚刚讲的 这个例子的时候 比较少 但是呢 我会stay在level 1 我会把很多东西 放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我就会很安静 不说话了 对吧 然后不理别人了 然后呢 就这种without的情绪 就是感觉到我不care了 反正我都要找工作了 我不care了 我也懒得去说了 我也懒得去做了 当然我就不知道 这个今天的听众 也有没有这种情绪啊 就是这个叫 我感觉这就是 self-sabotage 因为最后都是 自己拿刀 自己拿刀扎自己 就觉得怀疑自己 然后怀疑人生 觉得自己怎么 这么倒霉 怎么不能干 为什么自己没有 就是说当时就反驳回去 我感觉在我的early career 甚至就是一直是在我coaching 前面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情绪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你看压力是一样的 我们perceive的这个stress 可能也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的反应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到这个self-awareness 这个energy 你到底在哪个 刚刚有一个朋友问 这个go to energy 就是default energy 那hope可能就是 understress 他首先就是go level2了 平时特别棒 对吧 平时都是level4 level5 level6 但是understress的时候 hope直接go到level2了 那我呢 会briefly go to level2 但是quickly就go to level1 然后stay there for a long time 那depends on 这个压力的大小 和这个intensity 对吧 这压力的大跟小 然后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 也不一样 时间长短 有的时候可能 睡醒觉第二天就好了 有的时候可能 一周你可能还出不来 所以因人而异 因情景而异 这个呢 也是我自己一个self-awareness的历史 如果我觉得 要是很早能够介绍到 接受到这些coaching的概念 然后可能真的会少遭很多罪 我就分享到这 It's never too late 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在 the right time I believe so 现在呢我们 share一个好的吧 不能光讲坏的例子 否则我们也 没有资格来这儿 跟大家分享 那在职场里边 这个EQ是需要用的很多的 去build trust to resolve conflict to build bridges to develop in your career 我下面share的这个例子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典型的 但是我知道大家很多 还是individual contributor 可能manager对这个感想会更大一些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individual contributor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看看 你的manager他是怎么样对你的 你怎么样用你的EQ去influence他们 我要讲的这个例子呢 是他是实际上是一个我的scape level direct 他有一次来找我说他想搬到南方去 因为天气暖和 那他是从印度过来的 我们都知道他们很多人还是喜欢非常暖和的天气 那我还是不能make这个assumption 就是因为你是从印度来的 所以你喜欢任何的天气 那我就跟他聊说是什么原因 最后聊到原因呢 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 他想让他的妻子非常高兴 他的妻子很不喜欢columbus的冬天 然后那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就特别support他 但是他去的那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部门的并没有在那有location 那我就想如果我要support他 我能做的是什么 那我就首先去找我的business partner 因为我大概知道他们那有人员 我先去confirm的确是他在那有location 离着他想去的地方也不远 那我就利用这个来作为我的一个data point 去跟我的upper management来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technology 如果大家在technology可能也都知道这种agile 大家都越来越靠近这个product和technology 都成为一家人啊 所以说也不算牵强 如果他跟我的business partner离得不要紧的话 所以那个交谈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我就利用这个作为一个support evidence 那我就去讲了 但是这个management没有同意 当然我就相当于这个传话同意了 我也去帮他争取没有同意 那我就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他 然后但是我告诉他说 我说我还会去帮你申请 还会去帮你去request的 后来我就又去了 那这次呢我就用了更强的一些理由 就是说因为他在立的一个非常 显慕的这个全球的data project 我说如果我们不给他这些考虑 不替他着想的话 那他有可能会离开我们公司 那这个project会受到影响 然后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做technology的 我们已经有这些flexibility 比方说一周你可以有一两天就work from home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的outcome在哪 他在哪工作我都放心 所以我是自己本身没有什么 这个怎么说呢 没有任何reserve 就是然后我就去跟用这种 去跟up management谈 当然最后他们也就是不太情愿的同意了 然后我还去帮他争取 就是他去的那个地方和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有这个living expense的差距 我去帮他争取 给这个把这个差补回来 虽然我也没有给他争取到 但是我去争取了 这个就是一个build trust的过程 我怎么build trust的 我把我的feet put into his shoes what does he want how can I support him 当然最后就是终于同意了 然后他就去搬家 他搬家的时候呢 我们也都有这个planning 这个project的deadline是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搬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plan always change 这个deadline也有move up or move further 就刚好在他搬家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product project出了一点点问题 需要一个technical leader 来lead的这个 当时他已经在这个搬家的过程中 我是在vacation的 但是我当时就是为了保护他的权益 让他去有一个非常smooth moving experience 我就我虽然在vacation 七天的vacation 我一天都没有休息 而且是work a dozen hours each day 帮他去lead的这个project 他也很感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吧 当然到最后 由于这个covid 大家都work from home 所以it's worked for him 最后就是说通这个例子 那他就知道说 我是替他着想的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 比方说我去fight for his promotion 我去fight for his salary increase 这些其实我都会有这种risk 是说我帮了我的团队 但是有可能我的做法 会影响到我和我的老板的关系 但是对我来讲 it's my value system I'm going to work for my team 我就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肯定要有一些计策 怎么去说 什么时候去说 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 当然到最后呢 这些都work out completely work out 他也在这个暖和的地方 买了个大房子 大家也知道我最近离开了原来的这个摩根打通的公司 我已经有度过了100天的这个milestone 由于这些trust 他又join了我的新team 这些就是你怎么能够build the trust 你如果不去替你的团队着想的话 你如果只想你自己 或者是很多人其实manage up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知道要为老板负责 但是你是不是对你的团队负责 你是不是你的团队可以永远跟你走 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说 我的团队就是可以永远跟我走的 而且他不是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走的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四 我们也会share这个90天的这个工作 新新冠上任90天 我现在的新的团队已经在500 in front of 500 people saying hope is the greatest person I have ever seen 那他为什么这样子说 实际上我用了很多的这种EQ 和energy leadership的知识 practice去跟他交往 那我就说这么多 赵艳你来举一个好的例子 其实这个当时我觉得 我在想举一个例子 其实举一个很难 可以多举很多 所以我在想 今天有很多的individual contributors 然后也有一些mate devil的manager 那我可以讲一个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老板 有conflict的时候 或者有情绪上的 就是说不和谐 怎么来处理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觉得 老板跟老板生气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都是 misunderstanding 大家有误解 信息没有搞清楚 我也知道很多人的关系 就是因为小的误会 没有处理好 然后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这个误会 永远都没有解释清楚 最后就变成像这个 这个亚里亚纳海沟一样 就是说觉得不可修复 然后最后大家就觉得 只能走不想去修复 所以我就是想说 如果你跟你的老板 有这个误会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或者是情绪冲突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但是呢 不会提这个真实的名字 大家都能理解 假设 我的老板叫Jack 对吧 那在这种会议里面 就是会讨论很多的事情 大家每天上班都开会 对吧 然后呢 在这次开会的时候 本来大家说的都挺好的 然后结果 大家也很兴奋的时候 结果就很多数字 我呢 我觉得起因在 有一个数字 我给misunderstand了 然后呢 我make了一个comment 其实这件事情呢 对Jack来说呢 平时也不会有太大的情绪 但是Jack呢 took it very personally 记住 he took it very personally 那他当时就会 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当时就会说 Joy that's not true you know how can you say that wow 这当时是在会上 我们两个不是同时的 我们两个不是唯一的人 还有很多别的人呢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根据Joy的default的情绪 我会怎么反应啊 我就 我肯定就说 What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心里的快速的一个想法 但是记着 我是有很 我的self awareness 和other people awareness 一直都很高 所以在我transformation的过程中呢 我的self awareness 以前就高 现在也高 然后呢 这个对social awareness 以前也高 现在也高 但是变化的是 self management 和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anage others 那我这脑子闪电一样 level two 立马出现了 对吧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 然后怎么样 很快就觉得 Oh my god so embarrassed 你想 如果你在别人面前 然后感觉到 被别人指责了 你肯定 我会觉得很丢脸的 你们知道 我的这个default energy 就是这种 我立马就觉得 哦 哇 他怎么 我怎么会经历 这样的事情 对吧 那然后呢 其实我 这个 其实当时发生的时候 是特别快的 brief moment brief moment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回顾的时候 把这个brief moment 撑开很长来讲 因为我知道 我心里经历过的什么 那我对这个人的了解 也是 不是一个陌生的人 所以我也 开始观察到 他的情绪 因为这种突然的情绪 变化 我知道这个人被 被trigger了 那这个同时 是我自己的 awareness 我知道我 Level 2 Level 1 被trigger了 因为我有 the value Respect 对吧 那我觉得我 embarrassed 所以我知道 我陷入这种 catabolic energy Level 1 Level 2 那对方也是 Level 2 怎么办 Split second 那就说到我刚刚了 那个 OK OK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How do I want to resolve this 特别快了 就是 OK I hear you Let me talk to you after this 所以呢 我当时的就是 我没有去反驳 因为在另外一个人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你去反驳 只会让他 只会让你自己说的话 变成新的理由 他可能会更 更生气 而甚至他可能会觉得 你在辩解 你并没有 take responsibility 所以呢 我觉得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OK I hear you Let's take it offline Would I be okay 因为我问了一句 我想让他知道 OK 我知道你的信息了 那 我们可不可以 一会儿单独再谈 然后我也 acknowledge一下 Would you be okay 其实我在 在我当时 我自己感觉到 哇我的也会有点心跳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知道 你的catabolic energy 在work 但是呢 长期的training 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training 对吧 那我知道 那我在emotional的内部 他也在emotional 那要去解开这个节 那我必须有一个人先calm down 对吧 必须有一个人calm down 那其实在我calm down 我问出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在提醒了对方 Oh Oh I'm emotional 那我也给他一个台阶 他会说 OK 对吧 因为问 Would you be okay 很少有人会说 No I just want to fight with you right now 很少有人会就 你给一个台阶 他还不放过 那我觉得 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对吧 那我呢 我可能就会 Let him run it out 我会Let Jack run it out 但是我会听 因为这种时候 如果他会真正走这一步的话 那我也会让他说完 但是呢 很 就是说 这个人也是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leader Jack也是一个很好的leader Jack也意识到了 他emotional 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一个brief moment We all kind of cooled down a little bit 因为我能做到 不去辩解 然后 有一个 后续的会议 这必须要发生 而且像这种事情 不要等太久 不要太快 也不要等太久 基本上我觉得 对我来说就是 我的personal recommendation 就是 两天之内 要有这种 一天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给人 一点时间 不要立马就去meet 所以呢 后续的meeting 那我就把这个 再提过来 就说 我先take a responsibility 因为我说 oh 我觉得 I apologize I think I got the number wrong 那其实对方也在 apologize oh you know I know whatever the reason it doesn't give me the right to be emotional and say those to you 他也没有说什么 太 rude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reflect的过程中 当然他给我道歉很多 因为毕竟 毕竟这种是 这种emotional 不是特别合适的 一种表达方式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EQ了对吧 你可以用很多种表达方式 那他是strong level 2 他当时可以说 他可以用level 3 他可以说 well I don't you know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but you know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s not the right number 他也可以说 level 3 跟我说 yeah I don't like it but here's the right number 或者他可以说 用level 4 就说 Hey Joy I wanted to remind you the number you coded was not what I meant to say you know this is the right number that's level 4 just clarify 然后help other people to understand it so you don't have to go too far 那他也可以用level 5 对吧 也可以用别的例子 那我觉得对我自身来讲 我意识到 我quickly go to level 2 level 1 那我很快就是说 okay how do I resolve this level 4呢 其实就是 很高的一个EQ了 因为你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 因为这是一个 这个人很care Jack很care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能理解 他为什么会 会有这样strong的 strong reaction 那我 let him to be at his place 这很难做的 但是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我受了 empathedry yeah I hear you 那我也offer一个 solution 作为level 4 而且是win-win solution 我认为 我自己能够 做到calm down 那我自己是 可以达到一个learning 这个mode observation 作为这种 比较镇定的 表现出来 那我也offer了一个 level 5的 solution Let's both of us give both of us a bit of time to cool down address it later 所以呢 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 其实挺经常的 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的情绪 有时候你也可以 知道别人的情绪 那最后这件事情 我们是弹开了 那其实我也明白了 很多一些 可能我以前 没有看到的一个深度 那他也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的事情啊 并不是坏事 你要是能处理的好 可以让你build trust to another layer 所以呢 其实最后 当时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那后续的谈话呢 可能最过也不超过 30分钟 我觉得这个例子呢 希望能对很多人 有一些帮助 就是不要害怕 conflict 其实conflict 可以是一个 很好的learning process 然后既帮助你自己成长 也许你可以 帮助别人 甚至可以 让你们成为 很好的partner it's all about how you show up and how you handle that 好 我就讲到这儿 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 其实很多人 在职场里边 遇到conflict的时候 default go to 就是说 avoid 因为觉得不想升级 但是很多时候 当你avoid 这个conflict的时候 the feeling in your heart didn't go away 你可能 十天了 过去了 还在想那个东西呢 所以智慧的做法是 address use your EQ use your energy leadership to address in a professional way 我觉得我们 又回来 说这四个quadrant 这四个quadrant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怎么能达到 high EQ 其中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结合这个energy leadership 因为它是一个framework 可以帮你 真的具体的达到 这个consciousness 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个chad里边 也有人说了 就是这个autopilot 我们真的是想解约 我们的大脑的能量 这个你如果想想看 可能是 tens of millions or billions of information all the time 我们如果所有的 都需要去想 去做决定的话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 时间和精力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 就是要pause 如果你detect到 你的heartache 或者detect到 你的心跳加速 或者是detect到 你这个非常愤怒 pause 然后想想你的 什么skill 可以帮助到你 能够 express appropriately 或者是manage 这个relationship appropriately 所以我们也想提供 这两个信息 不是说什么广告 而是说 这个information for you you make the decision 我们下星期四呢 有一个讲座 是新冠上任90天 就是我和Joy 各自的分享 然后我们八月份 会有这个 今年第二期的 group coaching的 这个session 那它是今年的 最后一期了 那邦尼 我们看看 是不是可以 回答一些问题 好的好的 太精彩了 太谢谢 很refreshing 听过你们讲 这次把EQ 和这个EL 放在一起 太好了 那个对 我们时间也真是很紧 到十点 一定要把 要想结束 那我 我就快快的 两分钟 还是有一些 新的PCE的朋友 简单的 介绍一下PCE 那这样 你也可以有两分钟 那我就 stop share 好吧 好的 你们让我们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来 share 一下screen 可以看到我的screen 现在 我快快的 介绍一下PCE 有些新朋友 在这 那PCE 我们是2003年的时候 成立的 主要是提倡 情商育儿 共同成长 在情商育儿上 是有三要素 第一个就是 良好的亲子关系 第二个是要唤醒 孩子的内屈地 第三个呢 是接受不完美 那这个 我们的理念呢 就是要自我成长 文化融合 和这个情商育儿 那形式呢 就是有这个专家讲座 就像今天我们这样 那那个话题呢 有这个亲子教育啊 有还有那个 Satier的冰山模式啊 也是有这个 沟通的艺术啊 自我关爱 心理健康 另外呢 最近也有了一些 身份认同 那我们今天又开始 一个职场的话题啊 还有个形式呢 就是这个 Group Study 这个团体 学习讨论 那我们近期呢 搞过这个二代 直接对话 有过亲密之旅的学习 有非暴力沟通 我们还有读书会 读很多关于 亲子教育方面呢 很多的书 这个呢 是我们每个月 做的公益讲座 那我想就是想 看一下我们下个月 九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讲座 是请来的 Conny Zhang 用积极经理学 来打造成功的社交圈 那十月呢 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年会 年会的规模会比较大 比我们约会的规模大 那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会员的一个福利 是专门为会员提供的 一些课程 那这里呢 以前呢 做过这个非暴力沟通 情商园工作坊 那想做的预告呢 就是从这个十月份的时候 开始到十二月呢 会有一个 亚裔历史亲子课程 请大家关注吧 感兴趣的关注 那最后这一页呢 就是想介绍一下 这是PCE的网站 我们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另外呢 我们有公众号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这样呢 我们的义工呢 可以把你加到 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可以关注我们的信息 好 我们就简单的 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